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人世多变幻 我们读真言 借着敬畏神 并虔诚地读神的话 我们所信的这位爱我们到底的神 会让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 因依靠他有得救的智慧 那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来读圣经当中的真言书 真言书总共有31章 我们今天先简单来谈一讲 概论的内容 在今天的内容中 我们会讲到本书的名称和作者 本书的题材 阻止思想和功用 另外我们也会稍稍提一下 怎样理解真言书当中所讲的智慧 还有本书的分段 要字和要节 约神在我们读真言书的时候 多多地帮助我们 也能借着他的圣灵 多给我们带来开启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 本书的名称和作者 本书的中文名称叫真言 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 它可以被看为是 世世代代流传在 神儿女中间的 一些宝贵的 属灵格言 金句 和有价值的民间的谚语 把这所有的一切 集合起来 就可以称它为真言 真言 也可以被叫做是格言 是要对一个人的生命 行为和道德 有相应的规范 这些格言 会教导神的儿女 如何处事为人 真言义词 在圣经原文当中 有类似 比如 好像 如同 比喻 当等意思 在西伯来文的诗和格言中 通常都不会抽象的 将某一方面的道德或灵命教训 一般都会使用比方 像三章十二节 经文就说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十八章十一节也讲 富族人的财物是他的奸程 在他心想 犹如高强 另外比如 我们也都熟悉的经文 像十一章的二十二节 论到妇女美貌而无见识 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 还有像十七章的第三节 经文说 鼎为炼银 卢为炼金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这都在讲 好像 比方 如同 比如 等等意思 用人生活当中的实在经历 来讲明 鼠灵的教训 让人觉得特别的亲切 一听就会明白 真言书中 有非常多美丽的句子 很多的比方 比喻 都特别的精彩 他实在是 儿女 所必须牢记的 鼠灵的瑰宝 除了真言的 大概定义 那另外 就是关于 本书的作者 我们当看到 第一章第一节 还有二十五章一节 就会得知 所罗门 是本书的作者 但我们要了解的是 我们应该看 所罗门王 为本书的主要作者 按照列王级上 四章三十二节 还有传道书 十二章九节的说法 所罗门王在历史上 的确 做过许多的真言 圣经中描述他 曾经做真言 三千句 但真言书当中 并没有收录 他所写的 所有的真言 一般按学者们推测 在真言书当中的真言 除了所罗门自己写的 甚至还有他收录 当时 近东 别的国家的 像来自于埃及 和阿拉伯部落的 一般认为 像二十二章的 第十七节 还有二十四章的 第三十三节 经文中有提到 智慧人的言语 就是指 在所罗门 所写的 真言的 经句之外的 那我们在读到第三十章和三十一章的时候 就知道经文明确的标注 第三十章是一个智慧人叫亚古尔所写的 而第三十一章则是一位叫伊姆伊勒的人所写的 还有人认为 三十一章里面所讲的智慧的妇人 就是利姆伊勒的母亲 他们的身份如何 具体已经无法考察 但学者们都主张 他们应该是以色列民族以外 同样也认识神 法则的人 本书的形成 应该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 从所罗门 写真言的诗句 同时又收集 民间和国外的宝贵诗句 一直到西西加王的时候 作为一位敬谦的君王 西西加将真言书总的编辑成形 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真言书 我们今天不用仔仔细细的 非要区分哪一节 哪一段是谁所写 我们所最当关注的 就是真言书带给我们的宝贝教训 这才是神的心意 因为圣经当中的每句话 都是慈爱的天赋 给人类的爱的书信 当中必有的部分 这才是他的重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方面 本书的体材 主子思想和功用 从约伯记 诗篇 到真言书 传导书和雅歌 甚至到了先知书 这些书卷的体材 都是诗歌体 也就是经文 采用诗歌的形态 来表达该有的意思 因此 有的人在理解和翻译 真言这一次会的时候 干脆就把它翻成诗歌 也有人将它翻译为比喻 按照体材而言 真言书当中的句子 一般都分为两行 从写作的角度来看 其中有对照 类比 借欲 劝欲 或是直接的训诫 比如当你看到十章一节 里面讲到 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这就是对照 两行标准的句子 但所表达的意思是相反的 我们如果从第十章到十五章 就可以看见 几乎所有的句子 都是按这样的对比性的写法来写 另外一种是类比的 其意思平行 达到说明和强化的作用 像十五章的十七节里面讲到 吃素菜彼此相爱 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还有十七章一节也有 说到 设宴满屋 大家相争 不如有块干饼 大家相安 再就是介欲 像二十五章第二十七节说 吃蜜过多是不好的 考究自己的荣耀 也是可厌的 再有就是劝欲 劝化 像十五章第三节说 耶和豪的眼目无处不在 善人恶人 他都见察 第二十章第一节 提到九的问题 也属于这种劝欲性的 另外有一种 就是直接的训诫 里面不含有比喻的成分 而是直接带出训诫 像十三章第二十四节提到 不忍用仗打儿子的 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因而真言书当中 所反映出来的题材 值得我们好好注意 正因为作者 用不同的手法和角度 来写真言的句子 就使得真言书当中的精具 和教训 显得极为的丰富 那这是题材 那么真言书的主子思想 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 真言书写作的主要目的 是要教导神的儿女 以蜀天的智慧 来过世上的生活 如果大略来讲的话 他的目的 就是要叫人 敬畏神 远离恶事 有的人这样认为 所罗门王在青年的时候 写了雅各书 中年的时候 写了真言书 老年的时候 写了传道书 我们要知道 他所处的年代 是主前的第十世纪 真言书被放在诗篇之后 作为其中一本的智慧书 那另外有人也总结到 他仿佛就是 人生命的基本经历 比如约伯纪象征苦难 在苦难之后有诗篇 也就是人 在经历苦难当中 向神的祷告 而在经历了诗篇 向神祷告之后 接着就进入到 真言书的光景 那就是靠着神 生发了敬迁的智慧 这便是真言书 所带出的属灵的经历 在有智慧之后 就进入到传道书 那便是 有着属天智慧的人 就会看人世间的一切 都是虚空和短暂 他们就知道 要在一生的光景中敬畏神 从而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雅各书的历程 人会抓住最有价值的 便是与生命的王 生命的良人 深深的相交 在灵里相爱合一 所以这样的看法 相当的犀利有价值 也值得我们好好在灵里揣摩 那另外我们也提一下真言书的功用 简单来说 真言书是对神的选民 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和表现的规矩和教训 因此它就属于神的儿女所表现出的行为方面的见证有关 犹太人曾经生动的把真言传道书和雅各书做比方 他们说真言书好像是外怨 传道书是圣所 而雅各书是至圣所 其意思是真言书所要触及的 就是神儿女外在生活的见证 人的生命和行为要被救赎 洁净 人也当于世界相分别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并且学习察验何为属神属灵的事 并如何行走在神所喜悦的赐福的法则之内 大家可以参考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只不过真言书所涉及的 神子民在世上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范围非常非常的广 他所触及到的有关于智慧公义 敬畏神离弃恶 拥有真知识和蜀天的道德 被炼净和约束的言语 美好的行为 还有勤俭勤劳 靠神知足 谨慎则有 真结 诚实 忍耐 还包括戒酒 戒色 戒贪 戒怒 等等被我们看为是修身养性的方面 另外还触及到的 有国家 社会 家庭 教育 施舍 行善 等许多的方面 所以读过真言书 人真的就没有借口说 在神的儿女行事为人的方面 有哪一些神是没有告诉我们的 其实该讲的原则 圣经都讲了 而所讲的范围最广的一卷书 那就是真言书 因此它的功用非常的明显 就是要告诉神的子民去敬畏神 敬畏神的人 必得真智慧 也就必远离恶事 凡事都讨神的喜悦 并从神那里大得福分 因此让我们都看重这卷书 并喜爱这卷书 常常拿来阅读 并把这卷书当中的许多宝贵的话 都能够深藏在你我的心里 我们就必在生命上大得益处 有个wali 嘻哻 Collins 不愿 oriented 在我 attacked 混按道歉 才能处理 大而是 小水 解决 解决 由 śm 无 无 对